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燦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進入資料庫 獨立製作 我們通過人為了專訪 一段整理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爭議器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可以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也透過您可以透過這個 希望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因為透過您的捐款 我們才能夠走得更遠更好 真正成為獨立的媒體來做更深度的報導 我們在前幾週其實邀請過 這個台大社工系的吉華老師 因為他參與了一個有關於死刑犯的訪調 然後去做了一些訪談 也讓我們了解到死刑犯在等待死亡的過程當中 他到底他的心情或他想法是什麼 他會不會後悔 他怎麼去度過那樣的一段的時光 那在我們節目播出之後呢 也有聽眾朋友的反應 事實上非常的熱烈 也有聽眾朋友特別提到說 希望能夠有一集的節目的來談 這個所謂的被害者家屬的這種所謂的心靈監獄 然後當他看到的這些親人遺留下來的物品的時候 他的心理的感受是什麼 然後同時也希望未來還有機會 當然我們希望也可以這樣子談 就是調查那些未被判死 但是可以教化的這些死刑犯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今天的節目當中很難得 我們要來邀請到 一位所謂的被害者家屬 我不知道用這樣一個稱呼是不是一個合適的 但是我想很多人關注台灣的人權問題 勞工問題或是有關於死刑的問題的人 應該也都會知道李宣毅律師 那李律師其實在前一陣子有關於憲法 法庭當中有關 這一個所謂的死刑事件的辯論當中 也提到了自己阿嬤的經歷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自己在心靈上面 或者是在他對於所謂的犯罪這件事情 上面有一些很大的轉變 我想今天也就請李宣毅律師 來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的一個話題 李律師你好 大家好老師好 我是李宣毅律師 謝謝李律師來跟我們分享 我不知道在分享或討論這樣一件事情 對你來講會不會是另外一個 心靈上面的一個創傷 那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死刑的視線 這個憲法的法庭當中 來談到你阿嬤的過世 可不可以稍微跟我們講一下 這阿嬤過世的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們 你跟你的家人在那一段時間 怎麼去度過面對阿嬤死亡的這一件事情 謝謝老師 自己的事情 其實這整件事情在追求我原來自己的目的的時候 有點像是在自我療癒了 應該還是有一些聽眾朋友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大概高一的暑假的時候 我的阿嬤 就是我媽媽的媽媽 他在台中的大雅路旁邊的巷子裡面 那疑似是碰到可能是飛車搶劫 或者是隨機搶劫 那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在路上 那我們被通知的時候是那個時候沒有 還不是手機跟VP扣很盛情的時候 所以我們大概是被管局警員這樣 這個弄戶籍藤本 然後敲門 然後找到阿姨 然後才反轉知道 那已經很晚 差很多個小時了 那去醫院的教護病房看阿嬤 阿嬤已經是爐內出血 那所以印象中就是非常憤怒 然後阿嬤的表情是很驚恐 那聽證人講好像就是在搶皮包 然後阿嬤的頭就撞到地板 可能是這樣 那因為後來沒有抓到被告 所以事實上發生什麼事情 警察跟警察官也沒有辦法確認 所以這件事算是某程度上算是不了了之 那所以我才會說 就是那一年剛好過母親節 是在暑假發生的 然後母親節的時候 阿嬤剛好有被里長推薦是模範母親 所以我們來講就是 阿嬤就是剩下那個年 那個春夏 那個春夏阿嬤就剩下報紙上的那個方塊 所以對我來講做這些事情 其實有一點是要 我要重新定義我被害 或者是阿嬤離開我們這件事情 她失去生命這件事情 到底要跟我們說什麼 要跟社會說什麼 所以這對我來講 就是謝老師邀請我來 我覺得都對我來講 就是某種程度的療癒 那現在法庭為什麼我們需要 我們為什麼想要提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關心這個 被死的議題跟加害的議題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說 雙方並不是沒有公約數的 常常支持死刑方對於反對死刑方 有一個誤會就是說 會不會你們有點不理解犯罪多麼恐怖 犯罪造成的傷害對被害者來講多麼的痛苦 那所以其實在2015年那個模擬憲法法院在舉辦這個憲法 廢死的議題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支持被死的機關方 支持死刑的機關方 他們就是其實是在當庭把一個 在中國發生 陌生人去在路上踹小孩子的頭 踹小孩子的頭的影片 分享給大家看 其實他就是想要確保確認一下說 我們是不是太天真 我們是不是搞不懂 那事實上老實說這是我們的公約數 就犯罪很恐怖 違犯罪行為的人很可惡 犯罪上的結果傷害很沉痛 這個是公約數 我們只是對於要追求不要再有犯罪發生 要追求犯罪保護 有不同的路徑跟不同的手法而已 而我們認為我們的手法 事實上是比較最終能夠防止犯罪 再發生的可能性降低 然後保護被害者的可能性 或投入的資源的關注度會提高 中間的論述是什麼 就是整個憲法法裡面大家辯論的過程 所以你會覺得當然從被害者 他也是有不同的感受 或者社會上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從一個你剛剛提到的 最大公約數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所謂的讓悲劇不再發生 讓這樣的問題是不再發生 所以死刑可能是一種解決的方法 但是你提出另外一種 可能跟死刑不太一樣的解決方式 待會我們這邊會再做繼續的討論 不過其實你在在面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在面對這個過程 是一個很大的煎熬 就是所謂的煎熬 就是特別我 我記得你也提過你的母親 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所謂的傷痛 或者是你跟你阿嬤的感情 應該也還蠻不錯的 那個傷痛到底是什麼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們沒有辦法去感受 或者是我們會看到很多人 就是說你們是不是相對之下比較冷血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對那個傷痛 我想還是會一直在纏繞的這些家屬吧 對 我是很覺得說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裡面每天都有被害發生 所以我們的公民交易裡面其實是還蠻需要去分享 什麼是重大創傷 或者是我其實一直覺得國高中的教育 還是大一點的時候 應該要告訴他嚴重的創傷可能是什麼 讓我們有機會自己碰到的時候可以面對 讓我們知道自己身邊的人朋友 碰到的時候該如何面對 那重大創傷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作為刑事 做一些刑事案件的編務律師來講 我覺得國家機關跟一般人 對於創傷這件事情不太理解 創傷這件事情是不會消失的 對 他也不太可能會 所謂的變淡應該是說 因為你的大腦接受太多新的資訊了 所以他好像是變淡 事實上他沒有變淡 他就會一直在 所以完全不可能追求說 我們希望你走過去啦 放下啦 然後慢慢走出來 事實上是這些都是形容詞 可是他有可能是讓人家誤會的形容詞 因為他不可能離開 所以我必須說 有一點像是說 如果我們國家有更多的被害經驗 吸收更多的被害經驗跟加害的觀察的話 我們應該要 讓所有的碰到被害的人知道說 他怎麼度過一開始的被害的時期 然後在之後 比如說案子結束了 然後他要如何找回他的生命的脈動跟節奏 然後他一定都還會被害都一定還在 他要如何跟被害相處 每個人一定都不一樣 相處的方式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 一定要陪伴每一個被害者去尋找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存活下來的方式 因為這個事情太難了 為什麼很難呢 就好像精神病患 他其實 第一個反應他會拒絕承認他有狀況 那被害者家屬他自己是 心理上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他事實上也會拒絕去認為說自己需要被幫忙 所以後面就會開展很多被害者的議題 那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我是1980年出生 大概台灣是1980到192000年之間 經濟狀況非常好 那父母親是雙 雙都是都在工作 所以我小時候是 就是阿嬤一樣 所以去中醫新村 那所以 所以我的美好 好吃的東西 補性的溫柔 阿嬤在這場買菜 然後就類似這樣子的 跟媽媽比較有關係的記憶 都毀繞在阿嬤身上 那母親就比較像是職業職場上的強人 他沒有什麼時間會展露出他的 比較軟或者比較溫柔的地方 很長時間記得他在罵人 所以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好像那個代表母親的這個人物消失了 然後我心裡面那個很強壯的 那個女強人的媽媽突然就功潰了 對我來講這件事情其實就是 但有母親地位的這個形象的家人 在那一段時間就徹底的翻轉 徹底的翻轉 所以我當下當然是 其實我有段時間很暴力 就是說 我在路上 因為台東大路那邊都是 都是酒店跟 那個爬親狗 很常常會有行車糾紛 我事實上也在路上跟人家打架 什麼 那你問我那個時候阿嬤走的時候 我心情是什麼 但是我看到那個人 一定有想要把他打死 就是很 當下是這個樣子 所以並不是說跟阿嬤沒感情才會有這種主張 所以這種創傷 就像你剛剛說 他實際上是長期是深層的即使淡忘 他可能還是存在 但他也未必是一個真正的淡忘 所以解決這個所謂的被害者家屬的心理創傷這件事情 恐怕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把這個人處於疾刑 架害者處於疾刑 他就一定能夠解決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可能是解決方法之一 那這當然就會回到另外有關 所謂的被害者保護 或是後面的這些所謂的支持系統 不管是心靈的支持系統 或是經濟的支持系統 恐怕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其實你阿嬤的過世 剛剛你提到你讓你非常非常的憤怒 那甚至你想要去直接打人 或甚至也可能會去走向這個所謂的報酬之路 那所以你因此就是就你自己的所說 你是因此而去讀法律系 希望能夠來報酬 或者是來給這些的一些教訓 但是我也覺得很有趣 或是很特別的地方是 為什麼你從一個復仇者的心態 最後變而轉成一種支持被死的 這樣的一種想法呢 就是有兩個機緣巧合 然後第一個其實因為假設我有今天的知識 我回去當16歲的少年 我其實應該比較清楚 我應該是想要去念警察大學 就重新做決定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不了解嘛 你就覺得說我要念刑法 我要關心犯罪學 然後就覺得好像法律系不錯 那就是去考法律 那可是第一個機轉就是說 我並不是真的進入警察大學 站在警察的位置上想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這個案子沒有請示訴訟程序開啟 沒有被告 所以我等於是一片空白 我只能猜測 但我想要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只能猜測 那這個空白加上後來大學之後 我碰到一些很好的老師 那他給我的知識就是我可以自己去填空 那當然這都是模擬題啦 因為永遠都不知道真相是什麼 那不斷的填空的當中 就慢慢慢慢理解說 我到底要追求的東西是什麼啊 我好像是想要追求兩件事就是說 可不可以阿嬤是最後一個就好了 就到這裡為止就好了 那這樣子會凸顯阿嬤 失去生命的意義或價值 如果阿嬤走了之後 我就後面還是一樣的事情 就反覆發生幾天萬遍 那阿嬤走了就一點價值意義都沒有 所以就會覺得 剛好這兩件事情湊在一起 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如果有機會理解 犯罪成因的話 是不是比較有機會 在犯罪仿制政策上面去真正的根絕 不要再有下一個被害者 那這樣才會凸顯出外婆阿嬤走的意義啦 那所以大概是有這兩個基準 導致我後面慢慢慢慢覺得其實實行無用 那事實上這個過程我必須說 可能也超過十年以上 才比較確定自己的想法是如此 那相對於 我一直講說我不太希望國家 被害者其實第一 我們必須要尊重和保護被害者 被害者想什麼我們要尊重他 可是國家是We The People 共和國這個國家 它是富有被害跟關注加害者的一個知識體 它應該不可以主張自己仍然是被害第一天的智慧跟情情 它是反覆承受很多加害之後的被害者的集合體 它應該要比我更有能力跟知識去看透說 那如何照顧被害者如何防止犯罪成因 那我現在一直覺得國家其實有點不負責任 因為他就是說第一天被害的人出來 他們想什麼我們原則上盡量 就聽他們的 照顧他們是對 但是到底怎麼樣走正確的犯保政策跟犯罪防止政策 國家其實應該遠遠要比這些第一天的被害者 要有智慧才對 所以對你來講你是分成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被害者 那你當然有任何的情緒情感任何的主張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理解無可厚非 你覺得你要把這個人處以極刑 那在法律上面只要允許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這樣子主張 我覺得這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你談到另外很多就是國家 國家角色它應該是能夠更 有高度的去所謂的做到這種犯罪防止的這種方式 可是你去處理掉一個殺人的刑犯 他未必能夠去解決這一件事情 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覺得它是兩個層面 所以這也蠻好玩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要去處理這個 我們就說發生問題了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來解決那個製造問題的人 可是我常常講說 即使你解決那個製造問題的 那個問題一樣還是發生 那這也就是你剛剛談到說 要去了解一個人的犯罪成因 這件事情是一件重要事情的一個理由 一個因素嗎 對 而且一旦我們去追蹤這些犯罪成因的時候 我們會我想會有得到兩個可能的解答 就是第一個 我們可能有很多機制是陷於失能的狀態 就一個人為什麼他會出現某些議題 然後我們他所屬的社區環境家庭職場 接不住他 然後或許他們沒有能力解 但他們互相沒有辦法串起來 去叫更有能力的人出現 這是第一個 也就是說行政機關可能會發現很多 系統的失能 那第二件事情是 所謂 有可能變得潛在重大犯罪的加害人的人 其實他會變成加害人 他不會變成加害人 其實有很多設信性 就是有很多運氣不好 就為什麼他那個時候做這個決定 那這件事情其實 像我們後來有討論到要建築社會安全網 比如說王景玉的事情 小燈泡的事情 那我們其實不太希望去無名化或太過貼標籤 給有精神困難的公民 但是確實他們之中有一些人 運氣很不好的時候 或碰過某些狀況的時候 會就是成為重大犯罪的加害人的可能性 會變得比較高這樣子 那我們要如何 又希望他們不要進來 又希望不要他們被排除 那這個是很不簡單 要花很多資源 跟花很多技術要發展的一件事情 非常跨領域 絕對不會是司法機關的任務而已 那成分很高啊 非常 那可是如果 就是這會很衝突啊 我們都看到人被殺 大家都很心疼 然後大家就很疾風 就說我們要幫忙 我們要幫忙 可是大家幫兩天就不見了 風頭過了 再憤怒過了 就不見 公民可以這樣 很專業的國家機關不可以這樣 因為它會反覆發生 沒錯 所以這是一個 你覺得應該去從一個根本的原因去解決 因為 事實上會有一些犯罪 他其實會跟這個人的成長歷程 或者是跟社會裡面的結構性的問題 包括貧富差距啊 或者是過度的競爭啊 我自己在研究精神障礙的時候 我都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當然我不是一個科學的這種統計啦 就是我發現 至少我接觸到個案當中 他為什麼會有所謂的精神障礙的這個原因的產生 他其實往往是來自於他小時候的家庭 或者是他跟同學 或者是跟朋友 或者是跟家人之間的競爭的關係 所以他這個競爭的關係 他可能在小時候受到的挫折 但是這個挫折又被指責說 你不夠努力幹嘛 可是他事實上可能已經非常非常努力了 所以他得不到這個社會家庭的滿足 或是這一種標準 他就沒有辦法對自己有信心 所以那個問題就會產生啊 當然 如果更長遠來看 或是更長的一個虧論來看 他也許就會成為一個潛在的一個社會裡頭 所謂的不定時炸彈吧 對 我想我跟老師大概是有點類似 有一些甜調的經驗 那我自己也沒有一個有系統的統計分析 但是我承判案件的感受是 很多重大刑事被告的家庭 他們跟父母親的關係 其實跟他們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很有直接關聯性 我這樣講的時候其實不是希望 社會大眾去追殺或譴責被告的父母親 我這樣講的 其實誰做那個事情是大眾大賤 自己要承擔成人的話 我是要說其實我們 沒有人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花那麼多精神 花那麼多錢跟時間去養一個小孩子 沒有人希望自己小孩子養成大惡人 可是 總是那麼不幸的事情 累積在一起的時候會有這種可能性 我們要自己思考自己要小心 就是我們可能變成被害人 我們旁邊的人有可能變成加害人 那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必須學習 那我們發生過那麼多恐怖的事情 我們付出過那麼多代價 我們竟然沒有辦法透過這些悲劇 然後去學習說我們要如何對待 親人跟小孩或者是身邊的人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學習的話 其實可以確定這犯罪事件會一再發生 我們在468集當中訪問過吉華老師 他事實上也提到類似的觀點 他說很多時候殺人這件事情 是當下情緒的控管不了 就是說他可能是來自於衝動 可是往回推 就為什麼他情緒控管不了 就是沒有人告訴他怎麼控管情緒 或者說他從小的養成的過程當中 面對挫折的時候 他也只能夠是直接的反應 因為這對他來講可能是最簡便 不管是發洩也好 或是解決問題也好 那當然就會涉及到家庭的關係 家庭的交易 或是所謂的社會的關係 整整的部分 不過事實上話說回來 就是我們可能都了解這個加害者的誠意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也許就像你說的 或是我自己也這樣覺得 會去減少這個悲劇的發生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就是這個被害者他仍然是被害者 然後這個被害者仍然是被殺死的 所以去檢討這個加害者的這個所謂的誠意 這件事情了解他誠意 那到底跟被害者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這事實上是兩件事情 而且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講 就是已經定業了 然後也應該是一個確證最早 例如說好了 可能包括鄭傑的這個例子 就是說那直接就把它處理掉 這個以後再說 這現在該處理死刑就處理死刑 然後要研究再去做研究 這應該是兩件事情吧 很多人會這樣子認為 對所以其實我們台灣 是個非常統理的社會 舉個例子就是說 你抱一個baby在路上去買早餐 然後旁邊會有很多阿嬤說這樣都沒穿什麼 我們的統理心是非常高 小燈泡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就是 你竟然在路上會看到有人買 買養樂朵然後還幫他擦吸管 其實我們統理心是非常高 所以我們對於被害者 是非常非常希望能夠擁抱他的 可是我們的統理心是停留在第一天 我必須比較完整的去把老師現在提的問題 把它明確的講出來 被害者有比較強壯的跟比較不強壯的 所以每一個人會講各自各樣不同的話 所以剛剛老師的描述可能是一個類型的加害者 他提那跟我沒有關係 我要的是什麼這樣 可是如果也有可能有不同的被害者 他會說國家你必須告訴我 幹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要不能讓我的親人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其實會有各式各樣的需求 剛剛你提的是一個需求而已 我必須再回來指明說 即使國家對他來講 他不用負擔太大責任 或者是不用負擔太大成本 比較簡單的事情 比較簡單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是死刑 其實是不需要把事情調查得那麼透徹 其實是把死刑當成一種 他雖然嘴巴不這麼講 可是實際上用社會學或政治學的觀察去看 他好像是一個補償一個給付 我交代你我完成我用複雜的流程 完成這件事情我交代你 這是我對你的負責 他永遠對我這個暗示說 我把這個人最後假設就是死刑定業 執行掉了 這個就是我國家對你的負責 所以才會衍生出大家很常講的 就移命還移命有什麼問題 我們必須回去 我剛剛講說 這已經是一個他脫卸責任的方法 脫卸他追求分身成因 跟Fazer長期保護的方法 我在往下一步走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叫 一命還一命的概念 其實因為以前的 在民主共和國出現之前 人命是有階級之分的 獨裁者或掌權者之下 或比如說中國南部家父長之下 的這些男丁或女丁的命 是家父長擁有的財產之一 所以我作為家父長 下面某一個人的命沒了 當然是另外一個家父長下面的命賠我 這個才有一命還一命的價值 就是它是一個物品 對這樣才有辦法一命還一命 你必須從家父長對家父長之間的觀念來看 可是如果你是我阿嬤跟被被告 那看那有什麼關聯性 對不起我有點緊張 他沒有關聯性的 當然我初步如果聽到說 那個人被殺了 那我可能會稍微緩解一些 這個緩解的心情一定是有的 這當然要承認 可是如果想透了會覺得不對啊 價值感不一樣完全沒有關聯性 他的命跟王媽的名字沒有可比你自信 所以所謂的一命還一命 或者是說一眼還眼這件事情 講的很口語上很容易講 但是實際上聽到最後就知道 這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 不過從另外角度 會不會它是一個是 現在是一個是未來是嗎 就是現在發生 那我們就按照現在法律就解決 你講的那個東西 那就以後慢慢再做啊 或是即使這個人處理這個死刑 執行之後還是可以再做這些研究啊 這個對很多人來講 他就是現在法律就是這樣 為什麼就是會不會其實是兩件事情 就是對啊他已經法律判了 然後殺人 然後我也不見得要讓你說一命還一命 而是說那是你的事啊 那是國家的事關我什麼事 對所以國家很難的事情就是說 他必須關照被告的權益 他也同時要關照被害者的權利 所以國家不只是被害者 國家其實是被害者的國家 也是被害者的國家 所以對被害者來講 被害者要表達這個意見 是我們絕對要尊重他 因為這就是他的心情 他真正的想法 可是對國家來講 如果只有收到被害者家族的訊息的話 第一個他可能脫免他的責任 第二個他可能掩蓋他的行政機關 或行政系統裡面的缺失 導致這個犯罪成因的缺失 再來是我們還是要問說 為什麼我們會養成恐怖的加害者 養成他的方式是什麼 一旦如果說加害者會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跟他的學經歷 跟他的家庭狀況有關係 不單純是所謂的他德性不好 他每一件事情都是根據他理性的自主 決定說他要做這麼壞的事情 假設不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難道不覺得這個人應該要被帶回來 所以再講得更深一層 有比較抽象更深一層就是說 我們到底我們國家社會的系統 對於我們認為已經犯錯的人 我們的處理方式是純粹的 減除排除淨化 還是我們希望他有矯正調整的可能性 再拉回來 再講更深一層就是其實一般人 你比較不想談這個就是說 那到底生命這件事情 或者是國民的生命這件事情 對國家的意義是什麼 是不是在某些條件成就的時候 國家的掌權者其實可以根本的否決 這個主權的來源 之類這樣可以回應 所以他不是一個解決這個犯罪者的問題 而是要去解決整個系統上面 他可能出了很多很多的狀況 而這個解決系統出了很多的狀況 事實上也不是一個個人的情感 不管他是一個加害者或是一個被害者 或者他是一個家屬情感情緒的考量 我還是要說這個是需要考慮的 可是就像李律師剛剛提到 從一個國家的角度 那你國家就不是一般所謂的鄉民 鄉民會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思考 會有很多他自己的這種主張 可是做一個國家 他可能會有應該有自己的主張跟想法 所以這也不是純粹的說 我們要回應被害者的家屬如何如何 而是回到一個國家的政策角度 他怎麼去看待生命 怎麼去看待犯罪 怎麼去解決或是預防犯罪這件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繼續來跟李律師做一些討論 因為其實第一次看到李律師的本人 是因為我訪問王婉玉的時候 你在旁邊你也一起來 那我其實剛剛你在節目當中 也提到很多是跟小燈泡跟王婉玉 王婉玉是有關的一些訊息 也許我想要再從這個角度 再跟你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我們先休息一下 停上我是李律師 那我們的生命事項如我們的院中 停上進度前的光明早安 我是申請方的李律師 於此我想論述 此行的存在讓國家怠惰 在犯罪成因的追尋 以及定驗後的被害者照料有所疏忽 沒有人有資格說誰可以代表被害者 但是我知道自己的事 1996年我高一的暑假 把我一手養大的阿嬤 在炎熱的夏夜裡遇上搶劫 一個人孤零零的死在街頭 現在我仍然記得阿嬤在病床上驚恐 僵硬的表情 我的母親在智商期間不曾崩潰 但在智商完畢回家的路上 她突然像娃娃一般放聲大哭 哭喊我沒有媽媽了 當時的我有強大的意圖 想要親手殺了那個犯罪行為人 我想要復仇 命運嘲弄 犯罪偵查毫無進展 模範母親深夜遇見死亡 請提供消息給警方 我的阿嬤只剩下一個報紙上的文字框 我多麼羨慕其他人還有一個名字可以咒罵 我連恨誰的機會都被剝奪了 進入大學之後原本仇恨之火 終日焚燒的我 因為知識而稍微被解放 犯罪學中的各種罪犯的解析讓我自由 我將學習到的理論裝到我的故事中猜測被告的犯罪成因 罪犯為何下手傳聞很多 年輕人一個下手另一個在機車上準備街頭 可能是為了去賭場翻身 又或者是失業的中年人走投無路 為了一餐溫飽一時下手過重 又或許更簡單 喝酒嗑藥的傻瓜玩弄他人作樂 他們是誰屬於哪一個社群 為何對於人命的認識如此淡寶 是家庭、學校、部隊、職場 哪一個環節讓他們與我們脫節 你我每一個人都是來自於母親子公的天使 為何我們最後卻培養出這樣令人痛恨的罪人 如果我們可以了解犯罪者墮落的過程 那為什麼我們卻執著於殺掉那個墮落的天使 而忽略了那個誘惑他的撒旦 犯罪者成因不是更應該被追殺嗎 童話故事裡面就有許多很好的比喻 在哈利波特中公布大魔王弗蒂摩的重返 公布他的存在是不被允許的 因為那會證實行政系統的失敗 就如同證實我們社會所產生的 那一個最大惡極的人 原本我們有許多機會可以挽救他 免於撒旦的誘惑 如果真的可以追起撒旦追殺犯罪成因 國家系統的失能會不斷地被發現 進而可以被修補 我漸漸意識到我想要追殺的人不是那個被告 而是那個犯罪成因 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防止悲劇再度發生 5月要來了 母親節快到了 對於我來說 阿嬤是我安全感跟幸福感的來源 她不可以就這樣死掉 我想阿嬤的死一定有一個重如泰山的訊息 我如此重新定義此事 阿嬤的此事提醒我們 必須擁抱身邊的人 唯有穩固緊密聯繫人與人的關係 不要放棄歧視排除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 藉此犯罪成因才有滅絕的可能 若不如此 小則如個別犯罪不斷反覆 大則如國家戰爭永無止限 不要再用暴力回復暴力 詢問暴力的源頭是什麼 處理那個源頭 死刑的廢除不是基於歐洲的人文思想 而是一個直視痛苦過久的人必然的反應 這看似簡單 實際上卻難入登天的任務 就是國家的義務 廢除死刑直接面對 減少犯罪成因的這個任務 用平等的心把每一個人湧入懷中 才可以真正防止悲劇的再度發生 這個要求是出於憲法的基本要求 而不是一個德性上的選擇 從事發的殺到28年之後的不殺是我的轉變 但 雖然這麼長的時間過去了 犯罪的暢傷卻不會消失 而是狡詐地跟被害者共存 判決聽驗前的被害者觀點應該要傾聽 但是國家更應該要注意定驗後的被害者照顧 是否疏忽了 創傷以10年為基本單位 默默侵害的被害者 國家應該更用心地研究這種危害 我在成年後進行了心理諮商 確認了我案發時 親子化少年的現象 構成我成年後變形的親密關係一副哭泣 我很幸福 為了一個更美好更安全的社會 請讓我們直接面對問題 不要再用死刑來逃避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有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有Podcast頻道 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透過你的捐款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 更好做更多的報導 也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李軒毅律師 李律師你好 你好 我們剛剛上面的上一段節目當中提到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本人 在電視在媒體上面看到你 本人是因為在大概是幾年前 我做對於王婉玉小燈泡媽媽 做的一個訪問在燦爛時光會客室的 第211集 然後你也陪同到了現場 我那時候其實也有一些疑問 想要跟你討論 但是還好今天有這個機會 就是我們也許可以來做一些思想 思考上面的一些理解 就是說當然先請你告訴我們 為什麼你當時會去接 這個小燈泡的這個案子 然後擔任王婉玉的這個 告訴代理人 那當然這過程當中 你也不斷的在強調說 跟這個嫌犯或是這個加害者 應該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 所以你怎麼去看待這個王婉玉 就是這個加害者 你對他有什麼樣的了解 然後你怎麼去看待這樣的一個悲劇 必須我們有個共識 就是像小燈泡案子這個是沒有人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應該要了解 就是說這麼恐怖的事情 應該是沒有人可以承擔的 所以我們因此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一種人吃一種米養白種人嘛 所以被害者也有很多很多的太陽 那我想小燈泡的父母親 就是現在我們知道 首次的王婉玉女士跟他的先生 他們對我來講我的理解是他們是工程師出身 很流過血 然後其實是知識分子 那對我來講他的類型就是 他是特別強壯的被害者家屬 在我的工作間裡面 另外一個也很強壯的被害者家屬 其實就是洪中秋的姐姐 就是洪次庸 那所以並不是每個被害者家屬 他都應該這麼做 就是說他衝到第一線 然後去問為什麼 然後他說他想要做什麼改變 他希望不要再有後面的人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那我為什麼會有機會 告訴代理人被委任的原因 是因為一開始接觸被害者的律師 我認識 那他們其實理解到說 這被害者家屬就是王女士他們其實 很想瞭解到底社會在吵什麼 為什麼他們有時候的反應 跟社會大眾期待的不同 好像社會大眾其實比較習慣就是 女性哭倒昏厥 就這樣子 然後追求死刑 那這個是大家的一個被害者形象 那當他沒有這麼做他去問為什麼 然後人家問他說 是不是要叫這個back out 趕快去死 他有點他沒有馬上這麼做 然後他是問了一些問題 好像社會就覺得 這個媽媽是不是不夠小孩 就竟然會出現這個意義 就是非典型的被害者 是 可是事實上他只是稍微強壯 他想知道為什麼 而且他應該 他應得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情 所以他找了律師的時候 他就有講說如果有律師願意幫忙 那希望找支持死刑的律師跟反對死刑的律師 那大家能夠提供意見給他 所以我想這個其實是我們以前在做律師訓練的時候 師傅都會說什麼事情最簡單 就是做刑事被告的這個被害 刑事訴訟被害者的律師叫告代 做告代工作最簡單 因為就是說把被害者的連累拿給法官看 那事情就有尊度刷 可是事實上這個是太早期的一個觀點 事實上如果我們碰到比較強壯的被害者 他需要知道更多的時候 其實律師是應該把各種觀點提供給他 那回過頭來再往下走 事實上我們剛剛提到非典型被害者 我們必須也知道說 不是只有小燈泡的爸爸媽媽才是被害者的移植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觀點看得比較大 整個家族都是被害者 阿公阿嬤也不覺得 大人也覺得他到底父母親的反應 或這樣做會這樣去追尋是對還是不對 也就是說其實像是我在我的家族裡面 我有這種立場的時候 我的表弟表妹們會不會覺得這個哥哥很奇怪 也是會 只是說他們敢不敢出來直接跟我講而已 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那個時候 社會對於非典型被害者有一點 其實沒什麼包容力 其實他這樣問或他這樣去追尋都是很合理的 但是應該去了解嘛 他不是一個感覺是解決他的傷痛而已 或是把這個人解決掉 而是他想要去瞭解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好像還蠻正常 就是到底是怎樣 我總是要留一個交代嘛 對 可是老師這麼感受其實是 並不是每一個公民都會這麼反應 不過這樣反應我認為是比較 我們應該尊重他 決定他要如何面對他的被害 要給他足夠的資源 所以因為這樣的起源所以禁區 所以你怎麼去看待王景玉這個人 或是王景玉的整個背景 因為他的狀況很明確 他開偵查庭後來生理開庭的時候 他不是正常人 然後他不是裝的 然後後來開始用藥的時候就慢慢穩定起來 所以在程序的最末聊的時候 你可以明確知道說他好像醒來了這樣 然後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我沒有特別翻 他應該至少記者有三次以上的鑑定 就是有醫療團隊 有這些心理學精神醫學的背景的團隊進去鑑定他 我們會看到他的一個成長史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會特別講說 事實上他是不是必然會走到這條路上 其實是完全這不是個必然 是有很多可能性是小燈泡不會出事的 我常常在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問大家說 這個現場的朋友們 你們有沒有在路上看到自言自語的人 或者是說碰到一個哥哥或姐姐 跑到道路中央去指揮交通 你們有看過這種人 如果有個舉手 我每次問每次百分之百 每次問你們這些行為 就是王景玉在沒有犯案之前 好長一段時間有的行為 因為他們來自一個比較經濟結局的家庭 或者是說父母親他們跟社會上溝通 或建立人際關係也比較沒有資源 比較局限 因此比較退卻 所以他其實沒有太多機會去讓孩子去跟外面 王景玉去外面有更多的發展 事實上我們可能也看到更多細節 藥物濫用 職場上的沒有辦法進入 然後不斷不斷的挫折 我想他會不斷不斷累積 就是說可能後面他的父母親 是把這個孩子就是 你就不要出事 你不要做什麼你就去處理就好了 可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組織方式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天啊 如果我們在某個時間點做哪些事情 截斷因果關係發展 小燈泡就不會出事了 有太多可能性可以做了 然後每一個系統都可以出一點力 出一點力 出一點力 我們要如何串接這些事情 然後不是把王景玉在還沒有發展之前 把他貼標籤說他是大惡人的 是說我們有可能把他拉回來 不會往壞的路上發展 或者稍微增長一些 去把這個家庭拉回來 所以對我來講 犯罪之二是從這個社會的土壤裡面長出來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不要有犯罪之二的話 應該在理解他的脈絡之後 在他快要成長出來就把他拉回來 也就是說你還是得擁抱每一個人 用形容使用比例來講是 你要擁抱每一個人 不要讓他往大陸上發展過去 也就是說在每個環節當中 如果有人可以 我們現在想所謂的接住他 那這個悲劇就也許就不會發生 那其實我們在過去的節目當中 當中有訪問過像一些社工 廖福源他們就談到所謂的精神障礙 這個假設他離開監獄 或者是離開這個 所謂的被禁閉的地方的處域的問題 他怎麼去接住 怎麼去做連結 或者說在一般的社會系統當中 我們發現有人出狀況了 那社工怎麼去協助 或者社會的支持的系統怎麼去介入 這恐怕也是一個整體的系統 需要考慮 這也就是我想 我們所謂的社會安全網 社會安全網不是在事情發生之後 怎麼把它補起來 而是在事情發生之前 我們怎麼就有很多的網子 是可以把它接住 那當然剛剛談到王婉玉 他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也曾經提到 當時我也問他說 他對這樣的一個刑罰的結果 的看法是什麼 我記得最後是無期徒刑 因為他有精神鑑定方面的問題 那婉玉那時候是跟他講說 他是說這個判決的最終沒有符合希望 處以極刑的期待 所以其實他是沒有辦法接受這個判決的結果 結果但是他們可以很能夠理解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上面 就是他可以知道 但是他不能夠接受 那這個不能夠接受 是不是覺得他從他的角度 那是不是應該就要處以極刑 就是所謂的死刑 那如果是的話 會不會跟你的廢死的主張 其實是有一些衝突的 謝謝 謝謝 我必須說 這個案子從事發偵查到定案 它是幾年之內發生的事情 我沒有算大概兩三年之內 我必須要提醒說 犯罪被害這件事情 可能如何面對被害要 他的計量單位應該要是十年 十年可能才會有一個變化 然後所以一直去問被害者說 你要什麼啊 那你可以讓他活嗎 這件事情本身就很殘忍 那一旦有其他答案 就是說我們讓他活好了 那我放下寬恕他這樣 你想像不要講這個案 你想像任何一個被害者 他被害者的整個家族裡面 如果他講說 好啦沒關係 讓他活下來 其他家人可能會跟他翻臉 就是說被害者跟被害者家屬之間會 本身就會不同的見解 那我所理解的 我那個時候的印象是 大家其實把無期徒刑這件事情 無期徒刑之間推到最後 是他還是有可能可以假釋 也就是說他變得很正常 然後他有 他其實在裡面 假針機關已經被調整得非常好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假釋的可能 確實有那個可能性 所以大家是不斷的把這個極致的 那個狀況推出來 問被害者說 那你覺得呢 我才剛剛失去我的寶貝 我當然是很恐懼啊 了解 這個問題本身 國家機關那麼有司法權 這麼有經驗 這麼有智慧的 難道不知道這樣去問被害者家屬是 以我觀點來講 我覺得有點變態啊 他怎麼可能可以有別的答案 他有別的答案的話 會不會同時被其他家屬攻擊 所以我覺得 萬華宇委員 萬華宇主席這個說法算非常的 適當的說法 可是對我來講 我基本上認為說 關心被害者 連問他這個問題 有的時候 都是對被害者的一種 不體貼嗎 甚至是一種侵害 所以這個是他當然在這個狀況底下 可能做的一個回應 這個回應 也許是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但我們也沒有辦法真正了解 他的心理是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如何 就是在後面 不管從立法院 或在所謂的社會商業當中 還是可以讓萬華宇委員 在於所謂的社會安全 或是我剛剛談到 了解這個所謂的死刑犯 為什麼 這個所謂的加害者 為什麼會去殺人 這件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好 我們也知道 剛剛也提到說 了解加害者的 這個犯罪的成因 所以也會有一些人主張說 要量刑前來做這個社會調查 尋找一些專家諮商師 或者是一些這些相關的研究者 去了解這些行為人的這種 所謂的犯罪的成因 行政機關也應該去了解 他們的一個成長環境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狀況 那可是我剛剛談到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成本很高的問題 就是說在台灣目前司法制度 資源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事情 有這樣的空間嗎 那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子做嗎 對資源這件事情確實是 我如果稍微倒帶一下 去談一下資源這件事情 即使就算是我們口上面 嘴巴上面說 我們很想要做社會安全網 居如此類的事情 可是從王景云那個案子 在審理過程當中 法院事實上有請 這個看守所的精神科醫師 他是固定會去看診 開藥的醫師 來法院作證 事實上他就很明確的有指出說 我們雖然很在意這些犯罪事件 可是事實上 根本我們連絞證機關 就是我們確定他是出狀況的人 我們其實都不給資源的 我們對絞證機關好像看待就是 我們認為垃圾桶破了 垃圾桶很重要 但垃圾桶破了 垃圾桶很髒了 我們也沒有要去給予資源做修正 所以更遑論 講社會安全網 其實講到最後 那是財政資源分配的議題 他就會牽扯到其他政策的排擠 那個時候就會非常緊張 所以單純講社會安全網 大家說社會安全網 可是當他要排擠其他預算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就是真正的彈斗的開始 回過頭來講 您說的量體險社會調查 其實我覺得他只是說 最後反正只是指引說 我們如果要把一個人殺掉的話 事實上法官沒有什麼機會去跟 被告多講話 事實上檢察官沒什麼機會跟被告多講 唯一可以有跟被告多講話是律師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殺一個人 要把這個人 除了他這個行為很惡劣之外 行為人他這輩子做了好多事情 只是他現在有一個很誇張的事情 我們在討論而已 除了這個行為之外 如果我們要殺掉這個人的話 那個行為人在從他出生到現在 他是怎麼樣的人 我們必須要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解 所以才會有量體險社會調查這件事情 其他國家會不會有 那事實上如果我們去看最高反正的一些真理的話 事實上在美國其實也有這些 Presenting Elastication Report 就是找一些緩刑官去做一些人的調查 或者是找當地的社會工作者去做被告的理解 那在日本的話好像也有類似這樣的 發展出形狀鑑定的一個類似的結構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講說 老師講說很貴或很不貴 我當然是同樣都是調查 我經歷過兩萬塊的調查 我也經歷過可能花了三四十萬的調查 但是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法院 請求不同的專家進來 奇怪為什麼這種事情不是最高反正講的嗎 為什麼會有兩萬的 可能會有二三十萬的 這就是致意 那也就是說當我們花 我們都寫一個報告 那也是兩萬座的報告跟二三十萬座的報告 其實一定是報告內容會完全不一樣 程度細緻度手法 尤其這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技術這樣子 所以我必須說 國家如果要把自己的國民殺掉 連了解自己國民都不想做這件事情 我就誇張一個很大的問號 他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那再往前推就是說 這其實只是了解這個人 透過幾次訪談 十次吧 十次很多了吧 那去訪談他的五六個家屬 或者是親友很多了吧 大概這樣就是 已經很少看到比這個更高的數字了 可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已經完全了解這一個人了嗎 我其實很常提就是說 當我們發生一個重大事件的時候 我們行政警官都會說 因為這個案件已經進入司法 我們尊重司法 可是司法其實在調查的時候 其實是 他只調查刑法犯罪三階層理論 理念的構成要件事實 違法性事實跟罪責事實 他並不是把尋求犯罪成因 當成他這個審判體要追求的任務 那個不是他要生理的範圍 他可以稍微提到 如果他有機會碰到的話 可是那個不是他的核心的作為 所以真正要去尋找犯罪成因 事實上是行政機關要做 可是行政機關在案子發生之後 常常會說尊重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判決定驗 如果說是降政結這樣 那行政機關就說 那因為反正叫我殺掉 我就把他殺掉了 所以我其實有很好奇說 那誰知道 政結為什麼變這個樣子 機轉是什麼 背景因素是什麼 那如果相同的 病灶還留在社會裡面 會不會有下一個 政結事件出現 你把他殺了 然後呢 我們當下被害者 會感覺比較安全 沒有錯 可是你失去了把 我們比喻了 把找到病毒這件事情 找出來 病毒就是在外面擴散 那是不是國家行政機關的威師 國家公主把這件事情搞砸了 如果下次再有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誰要來負責 嗯 父母親在照顧小孩的時候 會不會很害怕說 我的小孩子我那麼愛他 他會不會有一天變壞成那個樣子 嗯 所以某種程度上聽起來 感覺是行政機關跟司法機關 好像 踢啤酒 或者覺得我的職權上面沒有這些事情 我是尊重對方的一些職權 可是在實際上面的制度 是不是根本是空的 就是根本就不存在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才能夠說 這是對方的事情 我尊重對方 我想所有的那個職場裡面都會有 類似提到 但是應該就是說 應該會有一個 更應該要有一個穿著引先的人 把所有的跨部會的資源串起來 那這件事情確實是很難 我至少知道王冠玉主席在之前 可能會有找另外一眾委員在談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稍微理解之後就知道說 他牽扯的事情是太多了 衛服部的預算 法務部的預算 我們都講說關心 然後要建立社會安全網 很簡單 可是你說破了 那是整個國家社會資源的分配 那如何定義我們國家跟國家裡面的 每一個個體要如何相處 我還是希望說 希望每一個公民或群體或系統 在真的想要保護被害的時候 到底這個被害跟自己有什麼關係 我們必須要去知道說 那個不是別人的事情 講別人是很簡單 你回去看自己的公司 或者是自己的學校的單位裡面 有沒有類似可能 潛在會發生悲劇的狀況 我們如果仔細想 我都會很害怕 我身邊可能就有 每個單位可能都有 那我們願意付出什麼 至少我自己問我自己 我也不敢講 我有把握 我是很害怕 這其實不只是國家 我覺得我自己在大選裡面 也感受到最近 特別是最近這幾年 在精神上面 或是生氣狀況 有需求的學生 他是越來越多 但是其實在校園裡面的一些支持系統 都覺得相對之下是非常非常的貧乏 那這其實你要說他是一個文明病 或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某種趨勢也好 那這個的確 在社會裡面已經發生了 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他絕對不是所謂的拒券 拒券法 就把那個券拒掉就可以 但後面下面的根可能都已經爛掉了 不趕快去處理 我覺得那個會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為這會讓大家都處在一種不安的狀態 甚至他會導致人跟人之間的一種不信任 你到底會不會隨時來傷害我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可怕的社會 回到被害者的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過去的這個刑事訴訟的這個制度上面 對這個被害人是不夠友善的 那我不曉得這樣的狀況是不是有一些改變 那其實訴訟的制度回到這個制度的本身來看 那他在於所謂的照顧被害者家屬這方面 他應該做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事實上你剛剛也提到說 每個的家屬的需求不同 每個人的這種心臟的情況不同 每個人自己的資源不同 那應該怎麼去處理是一個比較好的呢 事實上必須說我們其實上有長足的進步了 舉例而言就是說我想我自己感受比較深刻 我想洪仲丘案件是一個後來有一個轉折 因為他的被害者非常強 就是洪慈庸小姐 那所以後來就我們刑事訴訟有修改 在還沒有修改之前其實所有的法院 跟司法院就開始不斷的減診說 到底被害者的權利在刑事訴訟法裡面有哪些 所以那時候去開庭法官都會報很多權利 然後報給被害者聽 因為也就是說之前被害者沒有特別被照顧 所以大家就感覺到很委屈 那後來其實訴訟法就有一個比較大的修正 就是一個訴訟參與制度 也就是說被害者 他是有可能除了請律師當告代之外 他也可以請律師參與這個訴訟 那告代跟訴訟參與的差別就是在於就是說 他讓他訴訟的主體性的程度增加了 他可以獲得資訊請求被注意 表達自己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完整的探與這個流程 他的重要性 主體性被增加 可是我還是得說 因此就會對一些年輕的法學者 會出現一些疑惑就是說 因為大家會問說刑事訴訟的主體到底是誰 然後所以因為產生一些辯論這樣子 那我必須說 事實上因為就是把這個刑法 對被告的刑法當成是對於被害者的一個給付 他是這樣操作的 所以才會變成是搞不行 我們有衝突說 那是不是應該是以被害者為核心去做刑事訴訟 還是以被告為核心去做刑事訴訟 那我是認為這本來就是應該要切斷的 有很強大的被害者 他有身體或心理能力 他是可以進入訴訟戰場 那他專好不會講 律師跟他講清楚之後帶他進來 那他一有狀況就把他推出去 因為有可能在訴訟程序當中 他是反覆被害者會反覆被傷害 像無罪推定然後檢察官要舉證 然後被告提出辨詞 這些都可能會不斷的對被害者找到 我必須說不應該要把行事訴訟程序的過程 當成讓國家交代被害者說 這是我給你的一個回饋 不是是被害者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他願意的他想要吃到更多的時候 他有機會進來 可是不要教育被害者說 你就是要為了你的心愛的人失去生命 所以你要努力要進來 配合我 可能是法務部或檢察官 去求得即行 讓被害者覺得說 被害者遺囑覺得說 我好像有任務或義務 其實不是 當我們教導被害者遺囑 這樣錯誤的想法的時候 同時把他分心了 他沒有去真正了解說 他案子定驗解鎖之後 法官檢察官律師都離開這個案件 只有他還留在那個案子裡面 他那個時候開始 如果掌握他自己的生命 如果尋找他真正的動力 如果他想要跟我一樣去尋找說 自己的親人離開 這個世上的意義是什麼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辦法思考 所以我覺得去在行事訴訟裡面去強調 被害者權利有他的重要性 可是並不是每個被害者都需要這個 那只強調這個的時候 反過來講 國家其實是不是刻意的在偏離主題 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李律師 就是詹森林大法官曾經問過你 他說你用自身的經驗說明 不應該追究加害人 而是犯罪的成因 就是我們剛剛談的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那他就說你個人有如此偉大的胸懷 或許很多人都很敬佩 但是你能期待所有的被害家 被害人的家屬都如此嗎 如果是這個理由為何 我說實在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個當然我們能不能說 你有自己的決定 你有自己的主張 但是是不是能夠類推 所以你會不會是一個少數的特例 那你會期待這些其大家屬的想法 是跟你一樣的嗎 因為是森林大法官 所以是我還好 可是如果是外面的人在問 我會說會有點氣氛 就是說如果人家把我這個說法 詮釋成寬容 細度或德性 我會很誠意 因為都沒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我並不是因為寬容 所以這麼決定 我是要做真正的復仇 這個才是真正的復仇 去追殺犯罪成因 去搖襲呼喊真正的被害保護 是重新躲回我阿嬤生命價值 重新定義的這個任務 以我了解張大法官 我認為他是舉球給我殺 他是要求我補充說明我要做什麼 我的立場是 我是在要求國家 國家不是在要求被害者 國家基於共和國原則 是所有國民的集合體 We are the people 那被害者家屬 可以說任何他們想說的話 包含殺人 但是國家必須要調查清楚說 犯罪成因 整個單位搞砸了 以後如何避免搞砸 國家必須調查清楚 被害者面對困境是什麼 創傷一天都在要如何陪伴他們 這兩個任務 國家如果用死刑去處理的話 國家一定是錯的 國家說他不知道是不可以的 人民說他不知道是不行的 因為國家富有經驗 所以我才會說 我在這個場合應該主要是去起刑 是說我在要求這個國家 我不是在講一般被害者 那一般被害者願意承擔 事實上我們刑犯也是不容許被害者 去私人復仇 假設我去把殺我阿嬤的人殺掉 我一樣殺人罪 所以其實整個談下來 你其實就是覺得每一個人 本來就把自己的主張 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本來就不會去期待 每個人都一定要有什麼樣的方法去做 但是你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們這節目一直在談 就是要看到問題背後的問題 要看到問題背後的結構的問題 就是這個制度做一個國家 做一個上位者也好 或是做一個整個管理者也好 或是做一個共和國的這一種角色也好 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怎麼樣真正的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剛剛談了很多很多 包括司法制度的一些資源的問題 包括整個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包括你願不願去花時間 去了解這一些事情的犯罪 真正的誠因 或者是你只想要快速的去解決問題 那這個當然就會變成 未來的事件悲劇會不會持續發生 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今天非常謝謝李宣律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結束 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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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